子园 平江 昆山人 毛姓人家的子弟 母亲才是 夜里梦到一尊佛入门来 第二天天亮就生下子园 因此把他命名为佛来 后来前往阎祥寺出家 学习天台的直观法门 有一天在禅定中听到乌鸦的叫声 忽然大悟 从此以后悉心专念于极乐的净土 自己号称万事修 平日在一切的逆顺境界之中 都不曾起心动念 子园非常仰慕 庐山远攻连社所遗留下来的风范 平日得劝人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教人念阿弥陀佛五声 以证明五戒 普遍的广结净土因缘 为了预论世间人 清净五根 得五力 处理五着恶事 因此集合经账的经要言辞 编辑成 成招忏悔仪轨 代为法界众生 礼佛忏悔 欺愿往生 极乐净土 后来到殿山湖 创立白莲灿堂 集中同修净土功宴 住树圆润四土三观选佛图 开示众生净土的入道要义 又作劝人发愿记 说万法重新生 万法重新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实说 持戒无信愿 不得生净土 为得人天福 福尽寿轮回 辗转难脱离 看经无会眼 不时佛生意 后世虽然获得聪明 但是心思散乱 而难以处离 三界之苦啊 不如念佛好 现世不求明和利 只要行 住 坐 卧 不愚痴 鲁莽 这是阿弥陀佛 发愿往生 再加上坚持戒律的力量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若能如是 各个精进行持 就算是一千人来修行 也绝不错失一个 这是释迦如来精口所说 阿弥陀佛 愿力 红生 亲自 持悲设受的 并且是一切诸佛 共同互念 所有诸天乐 诸天乐于互持的 这样子 依佛念佛的人 与佛 则不相远离 将来 必定坐于菩提道场 成就无上正觉 转大法轮 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譬如 平群人家的女子 胎中怀着转轮胜亡 诸天鬼神 时常观爱 忽持 而平女并不自知 腹中有贵子 同样的 现在念佛的人 其意思也是如此 若能实时 异佛念佛 不久当成佛 这是诸佛菩萨 所爱念忽持的 而那念佛的人 也不自知 自己将会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却希望在后世 再来 投生这个世界为人 就好像 穷人的家里 地底下有 无量的宝藏 宝藏 宝藏神 常守护着 不令他有所损失 而穷人 却不自知 家内有宝藏 每日辛苦的 到别人家 去找工作 以求取 衣服饮食的满足 现在 念佛的人 也是一样 自己不知道 念佛的人 具足如来藏的 清净自信 自己认为 我们有成佛的份 反而要从别人身边 求取之后 又譬如 病人的家里 自己有真正的 仙丹妙药 由于不了解 妙药的特性 不能自己治病 每天在床上 枕边 受无量的痛苦 现今念佛的人 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 念佛的心 能熄灭 贪成痴 能为众生的 大一王 是具足一切的 大保障 能够利益救度 一切众生 能为大法王 遮阴保护 一切众生 而却自己 自认为是反腐 不能够往生净土 因此自己奉持 灾戒 却只期望后世 能够再生为人 以为要经过 如此辗转不断的修行 才可以往生到极乐净土 现今 常常见到 有很多的修行人 时常做前面那种 无知的说辞 不称赞 阿弥陀佛的大愿 又不合于净土的经典 协知协见 仗必真心 究竟难以处理三界 这个并不是他人 来障碍我们修行 而都是自己 障碧自己的本心 现今世 如果不能得胜净土 一旦错失机会 就是错失了 百世的机会 奉劝 但作为修行的人 应当相信 我佛 释迦如来所说 佛陀从没有不实的言说 怎么可以认为 念佛得生净土 是虚空的妄语呢 只要自己精勤用功 一心求生净土 就如同借着分力 鼓吹以助长火势 这样用力不必很多 而却能够快速的 究竟成就佛道 希望大家要有念佛的心 回向法院要超越三界 如果今世招逢珍宝 却不知道要取宝 遇到食物 却仍然让自己 常识饥饿痛苦 如此的 其实真正的大丈夫 这样也不能算是 真正了解佛法的 真实意义 我今日大略的 劝勉赞扬 希望能辗转传给众人 待我广为流通 作为如来的使者 这样才是 真正的诸佛之子 真正名为 报佛神恩 普愿大众如说修行 同生西方极乐世界 南宋 孝宗前到二年 奉赵到皇宫的德寿殿 演说开始进度法门 皇上赐号为 赐赵宗主 同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异城的 尼普建 居使住宅 告诉图众们说 我化度的因缘 已经此时应当要走了 然后合掌 识别大众 接着忽然往生 二十七日 火化得舍利子无数 曾经集结 在弥陀 接要 流行于当时 紫园法师呢 同样 也是 从小就学佛了 出家 也是呢 医治善知识 学习 直观法门 天才的直观法门 他的悟道因缘呢 也比较奇特 就是有一天 在禅定当中 听到乌鸦的吊声 他后来就大悟了 从此以后呢 他一心修行 净土法门 而且自己 起了个号 叫万事修 从此 他呀 在平日的一切 顺利境界里边 再也不起心都念了 这个世界呢 好也罢 坏也罢 你争我夺也罢 你抢 你来我往也罢 和 紫园法师 没关系了 大家你爱干嘛干嘛 和紫园法师 没关系 他看一切 统统啊 如浮云 像虚幻 再也打动不了他的心了 他看一切 他看一切 一眼 就 贯穿了 这就是 修行悟道的好处啊 那么他 这是他修行的解释 后面红法的过程呢 他 就是 仰慕 庐山远宫的风范 平时劝人呢 鬼衣三宝 受诸诫 教人念阿弥陀佛 你看 这和我们现在 是类似的 我们也提倡大家呢 受诫 明了因果 也建议大家呢 念佛 另外这里边啊 紫园法师 还编辑了一个 忏悔仪轨 提倡大家呀 忏悔 这和我们也是一致的 一致的 说明我们 现在的修行方法 和祖师们 提倡的理念 都是一致的 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边选择呀 紫园法师 写的一些住宿 这个写的特别好 跟我们很贴切 他举了个例子 说念佛呀 实在是好 实在是好 念佛呀 有无量的佛 菩萨 护法 诸天 护持我们呀 可以啊 当下就入 佛的知见 佛的心要 当下呀 就入佛的光明 直直的修下去 进了 就往生净土 和佛呀 同住了 这多么 好的方法 将来呢 必定坐于 菩提道场 成就 无上 正觉 转 大法轮 普度 无量 无边的众生 这个呀 就是念佛法门的 好处 但是呢 我们众生啊 不相信 不相信 他举了两个例子 我们一听 就能听到 就像我们 住在家里边 很穷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地底下 有无数的保障啊 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 阿拉伯世界 沙特呀 伊朗呀 伊拉克这些国家 那古代时候啊 他住在 上面呢 他不知道 底下有石油 过的呢 可能是一些 比较平均的生活 但是一旦 他懂得石油的 好处了 能挖掘出来 能够啊 演练 变成汽油 这个就包袱啊 所以呢 阿拉伯这些 产油国呀 非常有钱 现在非常有钱 再举个例子 就像病人 我们得病了 这跟我们更贴切 我们现在 很多人得癌症 都往医院里边跑 让医生帮我们治疗啊 动手术呀 化疗啊 吃药啊 做这些事 但是 其实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自己啊 就有 治病的 妙药灵丹呀 我们自己啊 这个本性就 具足了 这些 治病的 能力方法呀 我们自己就可以治啊 什么病都可以治啊 什么病都可以治啊 嗯 这里边就说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 从我们的心地 出来了 我们用不到 我们用不到我们本性 那个大宝藏啊 我们自己被自己分别执着呢 与贫穷之间 天天啊 可能 为了吃的 喝的 喝的用的呀 天天的去发愁 其实呢 只要我们呀 把心地的宝藏挖掘出来 哎呀 我们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呀 哪里还需要 出去找别人 去医药保障呢 我们自己就有啊 只不过我们不懂而已啊 同样像 我们得病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心本来就是清静的 他哪里有病啊 是因为我们分别执着呀 身心有了种种的 啊 变化了 形成了这个身体了 于是呢 才产生了病症啊 啊 我们要知道 念佛 念佛这颗心 可以灭 贪成痴 可以灭 我们众生 所有的病 佛是大翼王 佛具足一切保障 能够啊 利益 嫉妒一切人 佛是 大法王 能够 遮蔽 保护一切众生 你要懂得 这个道理啊 佛在哪里呢 我们本性 就是佛 我们本来就 具足这些 大宝障 大医王 大法王 我们现在只不过呢 分离开来了 不懂得这个道理了 还在心外求法 在世间啊 流浪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以后 我们啊 要持戒 要念佛 要忏悔 从佛那里 从念佛那里 得到佛的力量帮助 慢慢的呢 消除业障 增长福德 身心清净 开启智慧 慢慢的呀 把我们内在 本心的 福德智慧 保障 发掘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间 自自然然呀 把我们那些 病苦 身苦 啊 世间的一切的 痛苦 一点一点 给他 了了 断了 结了 慢慢我们就回归啊 那个真心本源了 只有这么修行 才可以往生 极了 净土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 两人法师在这里特别跟我们 说 我们现在人啊 无知 很多的修行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老是用自己的知见 去分析判断 老是用我们自己这些 啊 狭小的空间 无能的啊 这些 办法 去理解方法 这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啊 所以我们 大家呀 一定要相信 佛说的是真话 不会骗我们 啊 一定要 要 坚持修行 啊 一定要 要往生 净土 这样的话 才能够明白 这是佛的 啊 佛法的真实意义 啊 只有按佛说的真修 得到了佛说的好处 啊 我们就是报福恩 我们现在同修呢 啊 每天 按照我们的方法 修行 逐渐的呀 消除种种的业力 啊 逐渐的呀 得到种种的好处 这就是报福恩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样修 是真实的呀 把佛法的意义啊 表现出来了 表达出来了 让人家知道 学佛呀 那是最大的好处 最值得我们做的事 然后呢 人家也去学佛 我们一起学佛 最终呢 从六道里边跑出来 到西方去 这个就是 报了佛的大恩 那么后面呢 啊 两样法师的老生错 啊 同样也是如此 啊 也是欲知实至 也是呢 啊 身心柔软 也是有种种瑞相 啊 他火化以后 得了无数舍利子 嗯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 下一次咱们接着学习 谢谢 咱们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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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接着